今天凌晨1时时,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3,7公里处有一辆大货车突然翻覆,索性驾驶没有大碍,消防目前并无派车救援,但翻车已导致后方至机场系统车流回堵,后续将由公路单位排除事故,相信案发原因将由国道警方调查厘清国义南下53,7公里处 今生夜1时许传出大货车翻覆,目前沿线机场系统回堵中突翻设自高工区网站分享